北京时间10月31日,曾被格斗狂人十来秒KO秒杀的太极拳是魏雷,是隔一年半再次登上了内台,出现在了峨眉传奇,峨眉乱戒川武大赛中,他的对手是曾打过武林峰百姓内台赛的李奎王之亮, 两人年龄相差了十多岁,原本很多人以为41岁的雷公太极魏雷,经过一年多的搏击训练,会打败50多岁的王之亮,不过结果还是出乎了大家预料,王之亮在比赛中占尽了优势,缓击倒了魏雷2比3次,最终点数完胜,魏雷虽然有年龄优势,但是在内台上很脆弱,王之亮的大败全让他发数, 两人实力很悬殊,而且笔者肯定的是王之亮,还尚未使出全部本领来,为了能战斗中场结束是王之亮手下留情了,谈起王之亮,武林峰且感觉您都了解他,他曾扮演过水浒站某个版本里的李奎,他学过伞打搏击,也会传统武术,不过他还不是什么类台高手, 哪怕鼎盛时期在国内搏击界也不算是顶级的,冲齐连二三流,业余选手力可能算不错,但职业选手中正排不上号,如今他告别类台多年,年纪也过半百了,还能轻松搞定魏雷,可想而知魏雷在内台上的实力有多少, 赛后,魏雷在接受采访中竟然哽咽了,这次他再也没有像去年输给徐晓东后,找进街口,说交不鞋不合脚,或者内力没有使用,树膏没用,而是接口承认他所练习的菜,集群即食不适合内排,只适合养生健身,魏雷说,我是一个习令羊是太极的爱好者,我要说的是重阳陆产宗师,把太极, 赛进了北京去调了弹斗巴力,又由杨成普大师小架赶成了大架,太极成成了只适合全面健身的方式,他再不是为了打斗而生存了,虽然我输了比赛,但不代表我的心是软弱的,不管如何,魏雷能够上内台勇于一搏,也值得为他点赞了,魏雷的失败其实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传统武术,不适合在内台上生存的真相, 金庸老师笔下的那些盖世神功其实只是小说而独撞的,传统武术高手在强大,也不可能如小说里那样以异地时,低百,甚至是千,在现代搏击高度发展的今天,很多传统武术学习者没有系统练习力量,速度,抗击大能力,体能和实用的格斗技术, 更多的只是花拳绣腿,遇到职业的搏击选手,惨败,也在情理之中,正如魏雷采访所说的那样,输了比赛没有什么,并不代表软弱,能够折免自己的缺陷和不足,那才是最重要的。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